各位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開始介紹一個風水的物法 這個物法叫做過路陰陽 亦稱為今所欲關 這個風水的物法是非常簡單 而且電視的準確度是超過任何一個風水門牌 我現在就講解一下這個叫做過路陰陽的風水物法 過路陰陽的風水物法只要在你家裡或者在祖墳 因為我們都知道風水是一個陰窄和陽窄 走一圈就可以知道家裡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隔空和服等等都可以知道的 而且能夠看到他搬進這家屋住出現了什麼情況 或者是這個祖墳裡面出現了什麼情況 電視之物是根據聯頭學 也就是人世學來振衡分析的 曾經被易學的泰斗邵偉華先生稱為 就是風水中的皇冠的明珠 因為邵威華先生的成名都是靠過路陰陽 還有就是算命等等來成名的 那這一套風水的理論就是先天為體 後天為庸 就是根據先天卦和後天的結合來推薦 它那個陰陽閘的吉凶禍福 其實金蘇玉關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它的電視是超過了很多的門牌 當然它離不開八卦 還有配合了八卦 還有配合了聯教學 我自己就受過不少的名詩的指點 我收集過過路陰陽風水多年 因為我的過路陰陽風水是在士偉華老師學的 也得到了張士華老師的一個真傳 張士華老師是過路陰陽的泰斗 也就是他的法起人 我本身也精通奇門遁甲的 《音盤時加奇門》 《梅花易訴》 辰訴二七法 曾經用過路陰陽和杜交風水 處理過有數千個陰陽宅 和一個店舖的工業用地 這個課程就 就只要講一個陰陽宅的沙和水的密碼 沙和水是風水的密碼 我們看看這幅圖 黃河的源頭 在國路陰陽裡面也講到 凡源頭都是貧窮和發達的地方 因為源頭的地方 水源頭的地方是比較荒涼的 而且得不到一些工業用地等等 工業用地、農業用地等等的一些 政府對它的投資是得不到的 水的密碼就是水流得太快了 導致它出現什麼呢? 出現到貧窮了 但這個水有好處有好處的 它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是做田體的生意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做田體的生意 我們就要選這些水來鎮行居住 來鎮行做寫字流 因為高一寸為沙 低一寸為水 這個就講到一個 高一寸為沙 低一寸為水 其實沙水就是風水的用神 風水的用神其實很簡單 沙水就是風水的用神 其實我們還要注意一個是高沙 低水或者是有高水的 也有什麼? 平沙、平水的 瘦沙是為吉的 瘦沙為吉的 空沙就為空南 大家要注意了 瘦水也為吉 當然瘦水分為有什麼? 有不同的水 那就是沙管人丁水管財 事實上兩樣都可以的 就是沙管、潛財、水管、人丁都可以的 因為到時候我會在金索玉關裡面 那個過路陰陽的物法裡面 一一詳細地跟各位分享一下 沙法是過路陰陽的物法來的 沙法你看到那間屋內環境 就知道這間屋將來住會不會出女強人 或者這間屋的部住會不會出女強人 那個人又沒有福氣 她的福壽層齊全 或者福壽相全 那成績好不好? 小孩子讀書成績好不好? 那還有能成為一個狀元? 還有就是美女都在沙法裡面的 那當然我會教大家怎樣可以 一去到一個地方馬上就知道 這個地方那些窮沙、惡水 我們會教大家怎樣斷 而且我去過很多地方 我們都斷了出來 就是去那裡逛一逛 我就說這座山 就出那些什麼刁民 這些山出刁民 就是不講道理的人 那她說你怎樣知道的? 那這個都是過路陰陽的沙法 或者是過路陰陽的水法 那過路陰陽的水法就是水管材 水在風水裡面是很重要的 水法就分為一個正財和偏財 亦通為一個橫財 其中過路陰陽的水法就說到 對方一有水就是什麼橫財 我們就知道了 知道了之後我們怎樣去調整 怎樣去幫人找 如果有些人說想找橫財 因為我們都知道 馬無夜草不肥 人謀橫財不虎 那她那個水法就很講義 是很重要的 水法的吉就成就了事業財富 那水法不好就會出現 夫妻不暇、違法、風流 那還有疾病方面就會易得什麼呢? 易得一些消化系統的毛病 腫瘤等等 那還有在生活裡面就容易犯桃花 財今天到明天就出去了 或者今天到錢今天就出去了 那還有小孩子會不學好、學壞了 明星又受損害了 那過路陰陽特有的水法就是 有一種水就是要離開家鄉出意外的 就是不能夠在家裡 離開了家鄉就會出意外的水法 這個是過路陰陽的門派特有的 那其他地方就很少見了 那當然還有一個綜合的沙水的電法 綜合沙水的電法就是過路陰陽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就是電那些沙水的結合會出現的吉凶 那當然我又會教大家去化解 怎樣去化解 其實風水分為一個內環境 內環境就是要選主 就是選一個風水好的地方給你居住 選一個風水好的地方給你做店舖 選一個風水好的地方給你做一個商業用地 那當然又會結合到一個不同沙水的考慮 以達趨吉避空的效果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風水的用神我們就教大家 教大家學習的時候就從基礎到精通 我們又教了怎樣去操作 怎樣去改變它的運氣 傳授那個楊宅的家店 企業能量的風水的那個調整 的調節 讓大家能夠趨吉避空 能夠吉上加吉 將空的東西避開 能夠完成 能夠快速地完成 每一個人不同的理想 風水不好的地方 例如那個店舖風水不好的地方 我們就會教大家一種 道教的物存的一個方法 就是引農法 也叫做咬農法 是將容器咬住 將它擠進那個店舖風水裡面 再配合那個金水玉關 過路陰陽的風水佈局 生意就自然好 這個也是道教物存的一種方法 而且我用過 我在很多不好的店舖風水 店舖風水的地方用過 效果都非常之好 這個叫做咬農法 還有就是 其實每年都有太歲 太歲是怎樣去化解 讓太歲成為你的朋友 讓太歲成為你有利的知己 這個就很重要的 由於在12個生歲裡面有12個不同的太歲 它每年這樣輪迴 我們就會教大家每一年都怎樣去化解太歲 讓你那間店舖 讓你那間住的地方 讓太歲成為你的朋友 讓太歲來幫你 賺錢 讓太歲來幫你 將空的化解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物法 你可以幫人做也可以幫自己做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在陰閘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清明時節已紛紛 然後去拜祖先 祖先我們會教大家 有時候有些客戶會找你去看 看那個陰閘風水 那怎樣可以在陰閘的墳墓裡 拿一條草出來 就可以知道 下面那個墳地是女墳還是男墳 是女還是男 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 而且那個墳裡面的人 是意外 死的 還是被人毒死的 有什麼煙案都可以查出來 還有一個就是在陰閘的食碑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 看這個食碑的悲謀 就可以知道家中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 就提前跟它說 等它將它化解 達到催急避兇的效果 這個都是各路陰陽蜜存的一種方法 接著我們會教大家 如何去化解陰閘的一個解密 化解陰閘的一個解密的方法 我們都知道 調整石碑是有很好效果 但是 埋了的石碑是很難調整的 那我就會帶大家用一種 什麼的燃料來進行調整 用一種什麼燃料來調整 而且是很簡單的 但是這種方法很少人 去掌握 而且是很少人去講述的 那我也會告訴大家 讓大家能夠有這個機會 去幫人家化解 或者幫自己的祖墳去化解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化解陰閘的一個密法 那它的學理的來源就是在聯頭鶴的風水裡 是加以一個調整以外 還借助了一個清浪經 壯經 嚴空風水 三延三下等的風水理論 已經一陰一陽 是沒有相符矛盾的 金水玉關的風水物法 包括綜合的電掛方法 我們就可以講到一個 就是金水玉關的一個口訣 即是這個縮電風水法 三三原武器 即是講到三三原武器 陽陽 水流東去 福朝堂 這些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會和大家在金水玉關的風水物法裏 一起去分享 還有一些風水不好的地方 就會出現有什麼呢 出現有 一些 第二 沙水的物法 沙水的物法 這些就 以後再講了 就是不好的水 就會出現有 退財 生意不好 個人會有病 或者會出現有外遇 或者會出現有亂倫 都有的 這個就有一個八卦的交界處 就出現了一個什麼叫做八個匈忙線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同學學過了中高級風水 如果還沒學過那個八卦交界處 就是八個匈忙線 被幫人調風水 很容易會出禍 重則傷亡 想求命反而就求害了 這個就很重要的 這個也就是八卦的風水物訣裡面的一種口訣 也就是一種密傳的 一種技術 這個叫做八卦交界處 就是八個匈忙線 如何去避開它 我們又將家傳那個方位設置改變法 方位設置改變法是 角度陰陽風水老師所用的 因為我們去學習的時候 老師就曾經將他的辦公室 就告訴我們 他如何用角度陰陽來調整 調整了之後 他真的很出名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邵偉華老師 他真的很出名 包括有很多人都是用角度陰陽來調整 通過不同的方位的佈局 例如 畫、植物、物品 放置來調整整個家 或者是店舖的氣場 和風水 好了 我們這個金手玉關 角度陰陽的 風水的講座 到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 師傅 師傅我想問一下你 學生需不需要背景 讀這個課程 是不需要任何的東西 學基礎的 也不需要任何的 什麼液機不懂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教的時候 是從頭教起 以及我們教這個 金手玉關的 過路陰陽的風水 跟其他不同 OK 麻煩你 多謝大家 我也想請教一下 張師傅 請你說 張師傅 以我了解 你是身處在廣州的 那同學是怎樣上課的 這同學我們是通過網絡來上課的 這同學我們是通過網絡來上課的 我們是通過網絡來上課的 謝謝